它背後的這個poken 雖然我們都把它叫 我們習慣上把後面都叫poken 而這邊的這個poken更不太一樣 它是一個5152的poken 也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在區外面上去 每一個貓戶自己就測的ID 而這個ID也是直接不一樣 那這可以讓我們創造出 當你有一些收藏 或一些像票券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先用來代表說 這就是一張證證 或是一張戒句 或是這是一張票 那我用完了我可以把它丟 或是我可以把它做一個收藏 再賣給其他人 它有更多二級市場的理由 或者你也可以用去接一拍檔上一些拍賣的機制 那除此之外 也有一些人在做預測市場 或是說在Level 2上去做一些交易的改善跟融化 那到了這個時候 事實上我們還是發現一件事情 整個以太坊上應用類的東西 相對來是少 因為你很難去補給 那它有何多原因 第一個可能手續會破高 第二個可能是 整個區塊裡面最麻煩的不是他們講規模化 因為它一秒只能夠處理的交易量 其實遠遠比大家想像的更少 以以太坊來講可能只有15坪或20坪 比如說我今天在上面賣票 結果我們Costar最常被人家拿來講的就是 每次Costar賣票 我們都希望有一個拿不到的售票 可是你在區塊鏈上 那個售票你確實是拿不到 可是你在區塊鏈上 你會造成這些票卷在哪裡 光是買票就造成交易的融色 就是它會造成其他的問題 好 那在這些生態裡面有一些缺陷的問題之後 大家又在思考說那可以做哪些事情 那比特幣當初被創造出來 是要做點對點的電力貨幣 但是呢 因為它想要做貨幣 可是它卻缺乏貨幣的一些功能 譬如說我們貨幣是希望可以做交易理界 或是說它希望它能夠做價值的事情 跟智商概念 可是這些東西沒有人會願意用比特幣 去跟別人移屋移屋 至少在這幾天 那畢竟如果說今天你先 就是以今天來講好了 如果你拿Bitcoin去買一個商品 結果Bitcoin今天站 你可能就會比較難過 你會覺得那為什麼掛Bitcoin丟下來 為什麼要去跟別人移屋移屋 所以說其實就拿Bitcoin跟傳統的法幣來比 如果今天有一個法幣 或我們講新台幣 它的匯率是每天會波動的 而且很大 這時候我又很難用這個東西去做交易 所以大家在這時候看到的是 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新的貨幣 它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它是真正可以拿來做交易媒介 所以當時候大家就在思考 是不是可以開始創造所謂的固定貨幣 好 那固定貨幣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希望發行的每一個貨幣 它事實上備用是跟真實的法幣資產 是有一定的錨定跟對價 好 那包含現在比較常見的可能是美元的固定貨幣 那我要怎麼樣去發行真實貨幣 那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如果我有一個人 他跟一個第三方的機構 例如說肯是銀行 他放了一塊美金進去 那這時候我就在區塊鏈上發行 一個美金的五金貨幣 這聽起來比較簡單 就是說我放多少錢 我就在虛擬貨幣的市場上 蒸發多少這樣的一個貨幣 那唯一的美中不足夠有缺點的地方就在於說 你怎麼知道這個人真正有把這些美金放進去 也就是說它的價實性跟真實性 是比較有帶去存差的 那如果說你不去做檢查 那就會變成一件事情 它可能會濫發 但如果你去做審查跟做監管 會遇到另外一個部分是 當市場上非常需要很大量的補兼貨幣的時候 可是如果你這時候因為會計是 假設今天收到1000萬 可是他光要審查 他可能要工流程或資本作業 他可能要花上一天兩天 比如說在市場上 就非常難去創造出所謂的流動性 所以又開始有人在思考 就是前面剛剛有出現一個問題叫Makedown 那這個Makedown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我能不能拿虛擬貨幣來做抵押 我不是拿真的真實的法幣資產來做抵押 那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那我用以臺幣做抵押可以了吧 假設以臺幣現在有百塊 那我們會設定 他就會設定一個抵押率 所以這個抵押也會告訴你說 那你有了這個200塊抵押在我這個銀行 只是說那個銀行是SmartCounter 那這個SmartCounter就會告訴你說 我會先幫你把這個200塊也收進來 那收進來之後 因為你有200塊的價值 所以我願意借你印著150塊的法幣 就是法幣總 所以這裡的每一個Token 它都有一塊錢的 只是說它可能總價是150塊 那這時候你會遇到的問題是 那如果以太幣 我剛剛前面談到 我們不是要創造裏定貨幣嗎 可是以太幣的價格是最有抖的 那你怎麼保證說 未來這些下方被創造出來的虛擬貨幣 它還有每一個是有EBD等值的支撐 所以說如果說今天以太幣的價格 從200塊抵到180 抵到170 抵到160 非常接近你原始它 你那些下面換出來的資產的價值的時候 那這時候這個自然合約會做一些事情 它會把以太幣拿出去 趕去市場上做拍賣 那拍賣完的價格 它會略高於150塊 那用來支撐 如果說當時候因為以太幣的價格 有波動或往下的時候 那原始的價格 價值的資產必須要被補足 那就是一種穩定貨幣的方式 那有了穩定貨幣 大家就在思考 欸有股份貨幣了 我們是不是開始可以做金融衍生商品了 那我可以做借贏代 我可以做槍桿 我可以做期貨 我可以做保險 所以我們看到有很多地盤貨幣 在過去的一年內 開始大量的發展 那台灣也有一些團隊 來做一些地盤貨幣 那這些東西關聯起來 它就會長這樣 比Maker 到來講 它就做穩定貨幣 那跟它對接的是 這是交易所 就是說 未來的一些貸幣 可以在上面 直接就有價值的轉換 那這是一個借貸的主台 所以大家可以在上面 可以做 怎麼樣去做 放款與借款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整個市場 又因為Defi Focal 又重新的把這個神態股推起來 那上面就有 非常多的價值的累積 那這些累積 那這些累積 來自哪 來自我們剛剛提到的 很多的50貨幣被創造 或資產被創造 它是透過抵押 那所以說 事實上有越多的錢被壓在上面 它可以創造出來的資產越多 那我們發現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以太保的市值 事實上比BTC來講 有效比較多 所以說 如果我們如果把BTC的資產 與市值帶到以太保上 那就會去推升這整個市場 更多人幣的市值價值 好 所以 開始有人在思考另外一件事情 第一個BTC很大 如果我可以把BTC的Token BTC Bitcoin的幣換成ERC20Token 我是不是就可以繼承 ERC20Token的好處 就是說手續被變成 然後交易時間更短 那甚至於 我也可以把BTC的資產 帶到以太保上 但這件事情要怎麼做呢 要做的事情就是 先看下一張 他要做的事情是 他跟剛剛的 那個股定貨幣產生的方式很像 只是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 User今天是把BTC存到某一個地方 然後那個機構認證了之後 他會在以太保的網路上 去發行一個1比1的虛擬的 Bitcoin的ERC20Token 也就是說 Bitcoin的資產 會被鎖在某一個情報裡 暫時就動不了 但是他也不應該被動 但是Bitcoin的價值 會被轉移到以太保上 然後讓大家去使用它 也就是說 這個Bitcoin還是有明真Bitcoin的價值 只是說他這時候 他創造出來的媒介跟代幣 他是事實上都鎖在以太保上 好 那這個結構大概會長這樣 就是說這個Merchant 這個商家 他會把Bitcoin抵押在一些 托管機構方 而這些托管機構方 會在鏈上去產生 相對應的ERC20Token 那這時候 這個商家就可以把這些虛擬 在以太保上虛擬的這些Bitcoin 發行或發售給其他的User 然後來到刺激整個其他的市場 然後來推升整個價值 好 那剛剛的那件事情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事實上在2016或2017 那時候 應該2016 其實大家就已經知道說 Bitcoin跟以太幣 或是Bitcoin跟其他的貨幣 怎麼這樣做交換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把它叫跨鏈 好 那時候要做跨鏈就複雜很多 剛剛那個聽起來就比較理想 就是你只是把資產鎖著 你在另外一邊就是發行相對應的資產 可是在過去 大家都一直在想 我要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 所以他們要做的事情是 我的Bitcoin跟以太幣 要真正實際上在鏈上要多交換 那這東西比較困難 這東西我們把它叫 Atomic Crosschain Swap 那有些人把它叫Atomic Swap 就是他在做一個名字交換的一個部分 就是或者鎖定兩條鏈的狀態 當他們做轉移之後 我才讓兩兆雙方真的把錢給你中 好 那這個我不貼事 我們只是要談的是 在歷史上 兩年前要做事情長這樣 可是兩年後大家發現其實有更好的做法 其實大家一直都在使用者的方便性跟其他的生態的一些東西上去做感照 可是過去的技術很複雜 但是他已經做到一些事情了 可是反而過來在兩年後大家發現 其實這樣做可能不是很有效 所以就有其他的做法 那剛剛的這個架構 事實上就跟央行裡面在發行央行貨幣影像 我們今天看右邊那張 這張是叫做 雖然這個叫做央行數位貨幣啦 可是說說實在話的 我們今天的銀行的架構其實長得像這樣 最上方的這樣 那這張圖只是貨幣清算 國際貨幣清算銀行裡面在告訴我們說 未來如果要做虛無貨幣的時候 我們會有哪些架構可以去探討 還有他實行的可能性跟效率分別是什麼 好就給大家參考我們快一點 應該四點半 好那接下來我們會遇到另外一件事情是 好有開始有這麼多資產被發行到企劃的面上 我們將要做保管會來更好 因為在過去我們發現 這是綜合火幣歷史上的 他所有的交易所都在調避 甚至於這幾年來 還是有很多的韓國交易所 或是其他的交易所 貨幣被竊 因為會容易被駭客定商 因為這些價值很高 所以要怎麼樣做一個 虛擬貨幣資管和托管的機構 那就變得非常重要 那這些托管機構裡面 有很多的技術跟方法 可能大家會去思考 就是說 在實際上在交易所或在銀行 你用銀行的角色來看好了 銀行事實上不會把所有的現金 放在某一家分行 因為這樣的話 只要有牆腿跑到某一個分行裡面 去把錢偷走 那他就可以把所有的錢都偷走 那同樣的道理 虛擬貨幣也不是這麼做 虛擬貨幣是 他會把錢包分成不同類型 按照他的風險跟資產的比例 那這時候我們會分成 熱錢包、暖錢包跟冷錢包 冷錢包因為他是離線的 所以你不太...就比較... 某種程度上比較上海的更安全 因為他平常是不聯網的 所以他一份要攻擊也不是那麼容易 那所以你會被攻擊的通常是 熱錢包跟暖錢包 這種就是... 他的Service是刻刻在線 那所以說在他的技術 堆一連上的應用就不太一樣了 冷錢包你可以直接用硬體的一些技術 HSM的 module 可是在熱錢包跟暖錢包上 就開始大家會去思考說 我是不是應該用多錢 或是把風險分散 透過多方計算、預算 等在我們的方法去實做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即使是在交易所 或是在虛擬貨幣博物館這一塊 他都有很多新的技術在衍生 而這些衍生他可能更多是密碼學 或是一些網版模式 那同時間 因為虛擬貨幣的部分 就是有很多的詐騙案 所以他導致了金融機構 還有台灣的金管會或是各國的金管會 他們對於這東西都要嚴格去做審查 最開始又有另外一個東西就是監管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在經營一間可靠安全的 虛擬貨幣博物館上 你還要同時能夠許高合貴 但成本就跌上了 所以在虛擬貨幣裡面其實他 他不是只是單純只有技術嘛 就是說他還有很多要跟金融機構協商 或是怎麼樣跟他們配合的一些部分 好 最後一堂的 最後一堂要講的就是說 好 剛剛那個整個回顧之後 你會發現有很多新的東西會不會出現 那如果今天你是開發者 你今天是學生 或是你今天做密碼的 你今天做安全的 你今天做會計的 你都應該可以在裡面 找到很多新的不同的利用 那甚至於在其他地方 如果你想要改善使用者的一些特性 你可能可以去發展叫MeraTrackSector 那如果你希望做一些你知識證明 譬如說你要證明有一個人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 如果說你今天要做借貸 你要證明這個人是不是存款裡面 真的有超過三百萬 你事實上不一定要告訴他說 你不一定要出示這個人 在銀行裡面的財產證明 你只需要的是在密碼上 你告訴他說 能夠讓別人去驗證說他確實有錢 而且這個錢是在這個範圍真的就夠了 這樣可以保護自己個人的資 甚至於你也可以去證明說 這個人是存在在密碼上的一個 我們把它叫元素 就是說我會證明一個元素在一個集合內 可是我又不希望其他人 可以去學習到這個集合內的其他資訊 我們把這東西叫Membership Tool 那譬如說我只要證明這個人 是台信銀行的VIP用戶 我不需要讓別人知道說 這個人真實的 他在台信的銀行帳戶的ID或帳號 我就不需要讓他知道這些事情 那另外怎麼樣讓一些運算 做得更有效率或更安全 你可以透過統派加密 或是說安全的各方運算 來做這些事情 那我剛好好像昨天 在彭斯浩教授的那個演講裡面 他好像也有提到說 他們在做一些很像機器學習 或是一些機器分析的時候 在影子上他們可能也會用到類似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都是相關的 今天不是說你學這些東西 在其他領域就沒有辦法去運用 其他領域都是不同的 只是說怎麼樣把這個生態系統 建造的更多BUS 更有效 那就是這個區塊鏈 還在這些技術上做的一些領域 好 那我們大概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